SMI 它是一个心智图软体 但是各位有学过正统心智图的请举手 没有啦 我跟你讲不要信他那一套 不管是什么东西 你学到的东西 如果它的规矩太多 什么一定要线多粗 什么一定要往上跳 我跟你讲 学一学那个都只是商业手法而已 任何东西你学到要能够化为己用 才有用 那你自己把它可以适当的变形 不管你学什么功夫 最后融合成自己的功夫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心智图是这个年代 这个已经其实很久很久以前 就有在推了 可是它真的是一个 要培养小朋友高阶能力 甚至是大人高阶能力 什么分析综合应用 要分析 要这些能力的话 你最好是 还是这个一定要给小朋友要会 因为它实在是 非常的好用 各方面 学会这个东西之后 他自己读自学 自己读东西会很快 然后重点也很容易可以抓得到 抓得很准 而且复习也很快 以后出去社会 你那个做简报啦 或者是做专案 人家一整本的报告 还不仅仅一张A4的纸那么清楚 那所以 这个东西是心智图 那我们先给各位看几个档案 好这个是那个国中的生物 为什么会做这个单元 因为我女儿在国一还国二的时候 然后 生物他们的生物老师 有点 有点 怪怪的 不太会教这样 然后 他们班 他们是美术班 美术班的平均分 都比一般班要高出五分 所以基本上他们那班算是 就是蛮会读书的小孩 可是 他们班的生物啊 全部都考得很辣 好 那 所以你就可以大概 就可以知道说老师不会教 那不会教之后 那 可是我女儿啊 一直她那个自然的部分 生活的部分 她都一直是维持在全班的 大概都是数一数二这样子 然后她也没有补习 那 所以她的同学就 那些妈妈们就问我说 秋老师 你是这样教 我就没有教 我就没有教 因为这种东西 我已经脱离很久了 所以不知道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那几个 麻吉的好同学补习一下 然后看看 因为他们有去补习班补过 可是都没有效 完全没有效 那其中一个男同学 在吉安那边有开一家新算班 那个姓邱的老师 一样姓邱的老师 他儿子 就是生物每次都不及格 每次都不及格 那个大人生 然后他就拜托我看你没有办法 后来我就想一想 那就 好吧 那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教你们新制图 然后我就讲一个单元 然后你就 我就把这个单元交完之后 然后他们知道要怎么样读书之后 要怎么样整理新制图 要怎么读书 然后这个单元是我帮他做的 他就是 我会顺便教他怎么看这个东西 然后怎么去学习 讲完之后啊 其中考 他妈妈就 马上来拜谢 因为从不及格跳到84分 很神奇的东西 那这个在当初我们在研究所 那时候 那时候还是要用考的 要用考的 然后我前一个月我才决定要去考研究所 然后我就把那些教育的书什么拿来 就是 章节看一看 重点抓一抓 我就自己做新制图 我要做一堆新制图 然后一个月 就读一个月而已 然后就考上了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对他很有感觉 那以这一张我做好的这一张 事实上我们要 你要把那一张读通了 你才有办法去做新制图 才有办法去抓他的重点 他的提纲是什么 比如说这一张 他就主要就是讲两个东西 一个是血液跟一个淋巴的循环 讲两个循环 然后血液的循环部分 他就有这几种 他就 其实你把课文读通 你就知道他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讲这些东西呢 那比如说你这个两种循环 体循环肺循环来讲 他就是什么叫体循环 就是这个心脏跟肺部以外的 叫做体循环 然后他主要就是输送氧气跟氧分 然后二氧化碳跟肺部的交换 这样你就完全很简单的关键字 你就可以把他那个整个又臭又长的一段课文 把他精简出来 不过重点不是这里 重点是有些东西要背的东西 比如说他心脏的结构 他的血液怎么流 哇塞那个真的是背到头会晕 那你就要想办法从里面去找一些规则出来 那所以我们就 其实你把他读通之后你会发现 原来下面的都叫心事 上面的都叫心法 所以上面是心法下面是心事 然后血液是从下面出去上面回来 所以是下面的心事出去 然后回来都流到上面 这是规则 你从读了一堆课文里面 你归纳出这个规则 然后重点就是这样子 你要找出一个跟你背景相关的故事 用这个故事去跟小朋友做连结 那我这个故事可能对他们不是很恰当 但是因为我 我要去找那个国中小的生命经验 实在是有点困难 离那么久了 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故事让他了解 我是用阿兵哥来当例子 阿兵哥 那个一般的阿兵哥是住一般的房间 但是那个下室就是室官 室官就要住好的房间 所以下室住上房 那就是从下面的心事流出去 然后就回到上面的心房 要下室住上房 所以你要去想一些 想一些口诀 想一些秘诀 那像这个体循环 左去右回 对不对 男生一定都会了解 就是你们看那个军教的影片 或者是有当过兵的人 他班长讨厌你这个阿兵哥 就是跟你讲说 那个小秋 有没有看到那边 那棵榕树 报报有 左去右回 就叫你从左边绕过去 然后从右边绕回来 这叫左去右回 就左心是去 右心是回来 所以你就知道他是怎么 那个血液是怎么个流法 那你要怎么记忆呢 就是阿兵哥会班长疲乏 然后绕着树木左去右回 这故事就要跟他讲一下 这样他就有故事为背景 他的连结就能够加强 所以 然后这边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左心是去经过主动脉 小动脉 就这样 你要把这些 那堆拉里拉扎的课文 把它整理出这样的东西 然后有些东西要配合图片 做说明 这都是网路上抓的图片 那你就可以其实那一整课 那好几页 自修好几页的东西 其实就一张A4就解决了 他读了那一页的课文 看不懂 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 跟他解释一遍 他其实可以完全的了解 而且透过你的一些口诀 跟一些关键字的记忆 他可以很容易把这些东西记起来 所以这一个单元 他们那四五个 有来上过我课的小朋友 都考得很高 好 那后来我就没有再教 我教他自己念 因为重点是他要自己弄 他不能一辈子都靠老师 那这种东西 你说这是读书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的是 就是你怎么样把那个书 读过一遍之后 我通常会教他先画线画重点 然后关键字用圈 红笔把它圈起来 那个关键字就可以腾过来这里 好腾过来这里 然后再来呢 当你这个建立好之后啊 你有的时候像比如说体循环 你一开始在建立的时候 你可能会写一堆文章 因为不是很了解 可是那一段文章你念一念 念几次之后 你会发现可以缩减成 缩减成这样子 或缩减成这样子 或缩减成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就会越来越精简 那所以通常我只要看到 这个关键字 我就要知道后面这些事情 所以背的时候怎么背 就是他先记熟 记熟之后把这些收起来 这是可以收的 好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他就要去冥想 冥想 两种循环有哪两种 他就要去想 眼睛闭起来 真的要闭起来 然后在脑袋里面要浮出 那个具体的画面 这个动作很重要 如果他浮不出来 就没办法使用影像记忆 如果他浮得出来 他就可以使用影像记忆 那影像记忆它是左脑右脑一起用的 就是全部脑筋都会用到 那你平常那个书面记忆 大概只有用到右脑 右脑就很辛苦 所以图像记忆很重要 好那他冥想出来 他如果能够想得出来有两种 我们再把它打开 对照一下 如果对了表示这个东西他记得了 如果不对 好看一次再说起来 再开始冥想 那同样的结果 这背好之后 什么是体循环 开始冥想 如果想得出来 你就会 就是会的 想不出来 就再看一遍 然后自己解释一遍 自己会解释才了解他的意义 这样子其实很快很快 他就可以把它复习 那在复习的时候 其实一般的人就一直翻书 一直翻书 可是如果他有做这样的经济的人 复习真的很快 这样一张A4 他大概晃一下 晃一眼过去 几分钟整张就看完了 你的脑袋的连结会整个回来 这个都是有学理根据的 所以读书 如果你有办法 从那个文章把它转成这样 基本上这个小孩读书 以后都不用担心 完全都不用担心 他可以自学 可以自己念 或者是说 他在学校读完之后 他回去 他是有本事自己学习的 好 有本事自己学习的 好 那 新制图除了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很多 比如说 像我 我其实很久没有用 上课不用讲义了 因为我都会习惯做成新制图 那这个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之前的 之前的那个资讯课的规划 所以新制图不是只有发散的 它可以做成像这样阶层的 有阶层的像那个 好像有阶层的 然后在阶层里面再去做这种各式各样展向 然后有的不熟的老师说 新制图只有发散 他错了 新制图可以做归纳 你看有大括号 对不对 有大括号还有这个大框框 它可以整个括号起来 还可以另外做说明 还可以用关联线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 不是只有发散而已 新制图不是只有发散 最后还是可以归纳 还是可以归纳 然后再看几个例子 这是我一般上课用的 我现在上课 其实我就是发一张 一张大张的A3的 这样子 然后就跟你讲说 今天要上的东西就是这些 那上面都是关键字 都是关键字 那为什么不做讲义 因为现在随便 像网络那么发达 你要做讲义真的是浪费时间 又浪费值 假设说 比如说 这个东西你不会 这个Google Play你不会 那么简单 关键字复制一下 对不对 到Google 直接把关键字贴上做搜学 后面加个教学 后面只要加个教学 没有什么找不到的 有没有 这人家闲闲没事做音道 在家里写教材 这些人都帮你写好了 你就去看就好了 干嘛还要写新的 好 这些人看写写 你没事做 QA也有 教学也有 怎么怎么用 有的还有图片 还有影音 还有影音 你看那个影片 有没有 人家影片都帮你录好了 好 所以 现在这种时代 其实做讲义很辛苦 没有人在做了 就是直接用网路上的资源 所以只要知道这个重点 而且啊 因为每次他学习之后 你就算给他讲义 他回去还是会忘掉 除非他真的有在用 好 那忘掉怎么办 忘掉就这张拿出来啊 看一下 我那天讲了有这些东西 我有点印象了 因为看到关键字 你就会大概想到 那一天大概有讲什么 只是说内容你可能会忘记 内容可能会忘记 那忘记就Google搜寻一下就有了 这时代就是这样子在进步 所以不用用以前那一套 也不用准备什么讲义 好 那所以这些东西 而且很完整 他面面俱到 你这种档案一打开 你其实就知道说 他讲到哪 哪些面向有讲到 哪些面向没讲到 他是一清二楚的 然后专案 你做专案 你知道 做专案那个老板也是 直接看就知道 你那个经费有想到 你什么活动形式有想到 地点有想到 他一看就知道了 你不用拿厚厚一本 企划书给他看 这个就是他的好处 那像这样的东西非常多 像这个是我拿 拿给小朋友 就是我们在做那个 讲完那个 Arduino的时候 他的 每一种东西 他的用途 还有注意事项 然后要怎么用 那 像小朋友有时候 我给他列习的时候 他读一篇文章 这个是小 小学自然课课本 后面会有一个 那个补充说理 我就给他自己念 然后他自己做 他就可以把它念一念 归纳出 这一篇里面有讲到 他的名言 他的生品 他的贡献 他的贡献有哪些 他自己可以把它做分类 然后做归纳 这样其实就很清楚 那在学习上面也是非常的 非常有帮助了 所以这个东西叫新制度 而且呢 写作文也很好用 分析课文很好用 好 那我们就直接 这个新制度有没有人没用过 在座各位 各位 好 那我就很快的 把那个做的方法讲一下 大概就是 你会先开一个新的空白档 那中间就是主题 那中间我们就把你要做的题目 写上去 比如说 好 比如说我们要 假设今天是讨论好了 单位讨论要去哪里玩 毕业里期 那我们就会 这跟写作文的流程差不多 我就 题目就定在中间 你也可以用 如果你没有电脑的时候 你就用那个 3M那个便利贴 就把它贴在黑板中间 然后大家就拿便利贴 他想到什么就 贴在黑板 好 举例来说 比如说 我想去观音山 然后他就贴一个 一开始你都不要限制他想什么东西 好 好 可能有人想到说 我大概 我只能出了几四千块 金费大概四千块 那有人可能会想到说 那我要带 带那个什么药啊什么的 要带一些什么蚊虫药膏啊 什么 然后有人可能两三个想到什么其他的地点 写作文也是这样子 他一开始他会乱想一通 因为写作文小朋友很怕的就是 是我没有灵感 我什么都不知道 脑筋一片空白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他想到什么 他就 那个便利贴 或者是这个就把它 直接贴上去没关系 你一开始不要分类 一开始不要去做分类 那我们以写作文来讲 他就会想一堆东西 好你要增加节点 用那个insert 或是按右键插入 主题或者甚至主题这样 好 好 他会乱讲一通 乱讲一通 那老师或者有一个人 就负责打字 或者叫他们想到 就把便利贴拿来黑白贴 那贴一贴之后啊 一定会有一堆东西 那一堆东西 我们就开始做分类 所以好吧 那各位那个我们毕业旅行 一定会有经费的问题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经费 的项目 然后呢 那我们会有地点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地点 然后呢 你就把常用的东西 把它弄出来几个分类之后 然后让小朋友 或者是自己啊 就是讨论 大家讨论龟 这观音山是地点 我就把它拉过来 接到地点后面 然后这台湾公园是地点 把它拉到地点后面 然后这个四天是经费 然后呢 可能什么系 那没有讨论的部分 就是可能是后期准备 或什么 就再加 再加一个分类 好 但要把它拉过去 然后作业安排 把它拉过去 那这样子一分类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有什么东西 讨论的太少 什么东西讨论的太多 什么东西要补充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好那就可以锁定目标 好小朋友 那我们一三天两夜 所以两个地点也很太少 再想几个地点 然后你就开始想 好那可能就想了好几个 对不对 好就依照这样子方式 就可以把每一个分类的枝条 把它长出来 那长出来以后 其实就会蛮完整的 蛮完整的 你讨论的面向 就能够面面俱到 如果有少的话就再读 那有时候如果太多 太多你就要删减 对不对 那个都是后面 大后面才删减 一开始的时候 千万不要删 每个小朋友的意见都是好的 那一开始就是 如果要删的时候 就要跟同学讨论 去这里好不好 为什么不好 为什么好 然后最后 如果我们只能五个的话 你们要保留拿五个 然后讨论完之后 这个不合适 就把它删掉 所以它可以很简单的 做这样的移来移去 做分类做归类 然后就多的就减少 少的就把它补多一点 那写作文一样 你就弄个起、乘、转、和 然后告诉小朋友 起就是开头 那个前进引导进来 然后乘接着说明 转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向 正面说明 然后和就是把最后亏纳 你把那四个东西弄出来之后 小朋友想到的东西 通通塞在后面之后 你就知道第一段太少了 对不对 再想几个点 再想几个 那想到之后 最后怎么写出来 就是用一些连接的字 我们先去海洋公园 然后什么什么 集点再到观音山 然后再坐车 用各种方式 把这些关键字连接起来 然后加上一点修饰的语字 它就变成一篇作文 所以不管你用 是拿来讨论 还是拿来写作文 或者拿来分析你的课文 其实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分析继续文就是 人事实地物 把它列出来 那你要做一些 科展的讨论 大概就是什么六合法 什么耗、混、户 那六个把它长在旁边 那气化也是一样 就是六合法 所以这些东西就可以很好运用 然后呢 假使你这些都长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点 比如说假设分类好了 这两个属于可能同一类的 或者是都是属于什么 要走路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框起来 用外框 外框 它就会多了 多一个外框把它框起来 那当然这个颜色 什么都可以选 然后而且框框 框框上面还可以说明 还可以做这样说明 好 那假设 这个 这个东西跟它有关系 比如说观音山很多蚊子 那我就要带那个蚊子药去 对不对 那我就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关联 关联 点一下 就可以拉一条线到这里 它这样直直的不好看 我就把它转一下 这样很好看 对不对 防蚊子 防蚊子 你就可以写一些说明 好 这个就是关联线 这叫关联线 好 那 再来比如说 假设这三个 右 好 它还有另外一种可以框起来的 它叫做刮鼓 对不对 好 按右键摘医药 所以它可以做总结 做分析 做归纳 好 这三个地方会有东西给你买 你要支配零钱 假设 它就可以做这样 这些东西 那当然说 你的图标 这边 可以检视这里 可以把它的工具都打开 它有 比如说风格 图标 这比较常用的 然后放下面不喜欢 就把它拉到旁边 放在右边 然后可以这样切完 那图标就是那个 比如说这个 好 这个第一个去 好 这个是第二顺位 好 这个是第三顺位 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呢 金费四千块 爸妈会很生气 好 那也可以放图片 就是在这边 直接插入图片 比如说 从档案选取 我们直接用它的范图图片 就可以摆进来 有图片 还可以 可以放大缩小 然后可以放一个位置 字要在上面 在下面 在左边在右边都可以调 好 好 所以这是它的简单的一些用法 然后 还有一个风格 风格 我会比较喜欢那种经典式的 那种线太子比较漂亮 那至于它的那个 内容 这边就是可以改字型 改这线条的粗细 改这个框框的造型 或者是里面的建成的颜色等等 这边都可以去做修改 那各位先试一下 真的这个年代在 在教小朋友学习 不要只有纯素面上的东西 让他学一些 他能够自己学习的一些技巧 方法 读书的方法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像我们玩那个S4A要做专题 我也会用这个方法 让小朋友去想 他要做什么样的专题 然后有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一个机器人 他的脚要用什么零件 然后他要怎么样的行走 简进的方式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带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曼陀罗九宫格 可是那个比较粗 这个比较细 这个比较细 这个新制度 那个 其实不用去台北学 那个台北一堂课都好几千块 你就自己拿来用一用 用熟的就是你的 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 就是关键字 然后连线做关联这样子而已 你要怎么用 其实网络上很多范例 很多 很多国语老师有在用 自然 国语自然 社会 这三个科目应该是最大宗的 那其实我们在行政上用了很多 教学 行政教学 或者是开会沟通 这个都很好用 做专案 做计划 或者是想东西 想课程 想大纲 都是用这个 一般的 他会沟通 那面 计划 他在会沟通 就是沟通 他可以会沟通 我会沟通 我会沟通 其他这个会沟通 他会沟通 你看他会沟通 他会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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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东西到处 所有台语 所有台语 为什么选这一套 其实以前有很多套 最早我是用 Free Mind Map 还有那个Personal Free Personal 没有什么吧还是什么 Free Mind Free Mind 那个Free Mind 这种东西软体越简单 越不会限制你的思考 如果软体太复杂 你要在那边找按钮找什么 我跟你讲会打到你的思绪 那Free Free Mind 那个自由软体 Free Mind 我不用 为什么Free Mind 我不用 因为它顿顿的 它那个 Free Mind 它是自由软体 而且它跨平台 每个平台都有 可是为什么我不用 因为它顿顿的 你每次按一个按钮 它就要等一秒、两秒 你会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想了十件事情了 按一个按钮 就跑出来 好 那这样的东西 会妨碍你的思考 那功能太多了 也会妨碍你的思考 我觉得 这一个是最刚好的 最順 操作起来最顺畅 最不会阻碍你的思考 你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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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拿到 你拿到 你拿到 他做簡報他不用拋從你來 他就是用新制圖 因為一般簡報他是直線式的 你要從頭地頁開始看看 你整個都看完你才知道 他整個大概的面貌 可是新制圖這樣一拋出來 你就整個完全了解他的樣貌 那至於評審或者是那個學期的人 他想看哪一個點他就自己可以去看 那簡報就不行 簡報你要一頁一頁得到 那個評審就會睡著 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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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如果那个什么 各领域辅导员在教学 就是演示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什么中央团的 他们语文领域 他们在分析课文或者什么写作文 都会用到这些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非常的好用 也可以拿来做主谱啊 很多用途 很多用途 做一些计划 开会做组织图 或者做你们那个全校的组织图 校长三处主任 什么组长什么组长 那个都很好用 我做那个消防 消防的计划里面 那个组织图也是用这个做 因为随时改随时就可以把图片输出 不然你这样握得要画到什么时候 用其他的方法画一画 然后下次那软底不见 不知道要怎么去改 然后他还有提供别的图形 什么鱼骨图也有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图形的类型 有很多种 那这个是免费版本 如果付费版本 他提供更多的功能 那基本上我们都用免费版都够了 反正大家都知道 我求我认要钱的东西不破 我都用免费的 这个时代他是图像思考的时代 所以这些工具 对老师教学真的是非常有帮助 对那个高层次的思考也很有帮助 现在他们那个很厉害的教学 都强调那个高层次思考 什么分析综合应用 就不再是什么记忆理解了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而且可以互动 我们自然个人喜欢分组 然后就给他那个不要的海报 背面是白色的 然后彩色笔 今天上什么单元 分组 比如说那个什么 各种偏灾 你们这一组就做风灾的 你们这一组做水灾 你们这一组做什么 那就请你把那个新制度画出来 然后拿上来贴 跟大家分享 合作学习也很好用 讲到自然贴 比如说那个什么 交到 那个 有个代表记得是交矿石的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分类符 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矿石 然后照片是什么样子 这个叫火层炎 这个叫什么炎 会很好 很好 对不对 那么多好 поэтому 这种 mesa 我 这种 什么 对 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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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YK 小朋友,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对不对? 我跟你讲,现在才八月初 你还有八月中、八月底,还有二十天的时间 你赶快写一个那个暑假旅游计划 你计划写得好,妈妈就会带你去 还记得那个经费都要考量到 因为大人最占一切 这样知道吗?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爸爸妈妈 只要小孩他的计划做得充分 他是敢放手给他出去玩的喔,真的喔 还有啊,将来你跟爸爸妈妈要零用钱的时候 不要空口说白话 你说爸爸妈妈,我一个礼拜要两百块 你爸妈一定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两百块,对不对? 你就写一张新制图给他看 这两百块,零用钱的用途 两百块里面五分之一我存起来做 要做那个什么 就是上课的文具的基金 五分之一要做什么 三分之二要投资什么 然后另外多少要做什么用 你把他那个计划弄好 一定给钱 那个爸爸妈妈不怕给小孩钱 但是怕你用花钱 所以只要有计划 照着计划做他们一定给 好 我个人心智蠕动的很羞 我个人的电脑的资料夹弄得很乱 但是唯一只有细字图这个部分是整理的很整齐的 没有 我这边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旧的那个 My main person 那个要装那个软件 所以你不快找不到 然后再来就是Smart 如果是那个我会丢图片 因为它输出的网页 它那个格式它是用图片跟那个超连结 图片超连结 然后所以那格式不漂亮 大概不会想要用 所以除非你买Pro的可能会似乎比较好看 好 切换一下画面 三二一 好 那除了做那个简单新制图之外 那因为现在有很多要补充的资料 我们习惯会直接用超连结 那它也是能弄超连结 所以你就选到你的 要做超连结的那个关键字 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加超连结 所以你可以连到网站 你也可以连到你的电脑里面的档案 那或者是你这个 这个组织图里面的某一个点 可以连过去这样子 可以连过去 这个都是可以办到的 所以基本上这张图 你就可以做纲要的说明 然后如果要细部的说明 就点去那个超连结 连到网记网路上面 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我说 因为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所以我们其实 我很早很早以前就 就在用这个东西 像我学习 你看这这么整齐的资料夹 只有新制图 才放这么整齐的资料夹 然后以前做心理学的笔记 这个是早期的那个 mine man person 做的 这不是smine 然后 有时候那个 在职场上需要的 我们常看杂志 那杂志看了就会忘记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 去找 就是杂志 有比较重要的 我会稍微摘入一下 会稍微摘入一下 以后就看关键字 看一下就好了 这些也是杂志的 也是杂志的 那像自然教学有做一些 四年级的时候 我有做 把那个整个学期的 把它做成新制图 那比如说随便一个 就这样子 做成那个新制图 这个还没有图案 其他有放图案 好 那像演习 去演习的时候 会做笔记 然后 想要有钱 杂志里面的 一些重要的想法 资讯技能最多 因为上电脑跟上能秀 所以一堆东西 这个都是上过的课很多 然后有一些 以前在数位机会中心 什么都教 然后 跟课程有关系的 比如说继续文怎么写 然后 就是 其实我没有教过国语课 只有带课的时候 有带过 那个 甚至以后都没有当导师的机会 好 那 像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 还是策略的东西 组织架构 好 还有些看书的内容 所以 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好用 就是 就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那有时候 我们提出去的案子 然后 人家会觉得说 我们在学校是会被认为说是外星人 因为我们想的想法 跟大家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 然后我们都会有很多东西是他们没想过的 他们就说我们是外星人 这样 好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好 所以大概这些东西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然后 那个 嗯 接下来就是 颠额 台风要到了 所以我们早一点给各位回去 要记得买罐头 买米买罐头 不然那个菜明天开始就很贵了 那个免洗回馈问卷 请各位帮我填一下 那我们那个MeggyMeggy跟Pico Paul 改在18号 改在18号 那就是有兴趣的老师 18号礼拜二 就记得再回来这边 谢谢大家 好 帮我填一下联系问卷 好今天的课到这边 谢谢大家 你不用拍手 赶快写你的林永杰计划 那我刚才看到那个汇入汇出那是要 汇出那是要 汇出那是要 如果你要把它拿来当图片贴在你的报告里面 你就可以用汇出的啊 那汇出 那个新制图它可以汇出成图片档 也可以汇出成那个其他的文件档 但是有些是要pro版要收费的 好那基本上你汇出图片档 跟汇出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网页档是没问题的 其他的可能会要收费 你在汇出那边可以看一下 那我一般都是汇出成图片档 那你原始档案一定要准嘛 因为以后可以修改 以后可以修改 可以啊可以 可以啊可以 可以这样搭配 好就要提醒各位一下 我们自由软体的那个LiveOffice 如果你用LiveOffice的话 你那个存档的时候 如果要跟Windows的Word Excel共用的话 你在存档的时候 记得要选立存新档 然后那个格式那边选 选选成那个Word的格式 或选成Excel的格式 这样它才能 那个档案喔 你这边做好那个档案 Windows才开得了 你如果没有选格式 你直接按儲存 它会用LiveOffice的 就是开放式的那个 文件档的格式去存 那一般外面 只要是符合开放式标准 都可以开 但是就是Windows不能开 因为Windows是私有标准 它只支援自己家的东西 它不支援开放性的东西 那可是这开放标准是 越来全世界共通的东西 所以就是那个格式的地方 稍微留意一下 那Windows的东西 这边都能开 没有问题 你就把那个Eagle 想成是外星人 外星人科技比较高 对 所以你地球上的东西 它都能解读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那个地球上 要解读外星人的东西 就很困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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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